那這些過緣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也可以建議大家在新義區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中校基隆路口 我們現在有同一時代百貨 那邊有一個樓梯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無客群人生超幽默的 這個地畫的設計 藝術 所以大家請大家去那個現場互動一起拍照 如果有去過的話 有沒有人已經去過 看過了 在新義的那個同一時代百貨 你們都只在西門町 有空也去東區看一下 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照片還蠻酷的 因為它那個樓梯一整層的 從下面可以拍上去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角度 然後中間人生超幽默 還有左右兩邊的圖可以一起 沒錯 而且它也會寫 就是除了超幽默 也會寫孤獨是會上癮的 然後就各種 不管是你用手機上癮 電腦上癮的各種的畫面 那其實我們也有特別要提一下 因為今天So One也特別把這個 全集裡面的hashtag的標語貼在身上 超支持的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帥的 這也是一種藝術啊 裝置藝術 可以把它貼在自己的身上 有沒有發現很多人都有一些共鳴 因為這次歌詞一出來了以後 大家都說 哇 有很多東西就是 講出我們的心聲啊 像說話就覺得 現實與想像落差 這句就非常的有共鳴 所以我把它放在最上面 沒錯 然後你愛的不是你的 然後你的熱誓需要翻譯 這是長大的代價 好像有點有點有點感覺有點辛苦喔 長大的代價就覺得 原來長大就是以後紅包要 越包越多就對了 沒錯沒錯 每次的農曆年覺得壓力有點越來越大 是是是 當然其實這一次的這個人生超幽默呢 相信大家只要拿回去聽了以後 其實都可以聽得出 除了無客群的用心之外 很多我們的心聲胡客群都幫我們說出來了 那這一次呢 在這個即將要過農曆年嘛 我們還有另外一樣東西要送給你了 因為呢 新的一年 哎呀 你知道我們都要在過農曆年的時候放鞭炮嘛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在西門町放鞭炮啦 所以我們就給你一個超大的這個鞭炮的花盆 哇 很重要的喔 希望在新的一年呢 可以帶來好樂 然後事事如意 心想事成 那我來幫你拿一下麥克風 待會兒拍完照之後 幫我把這三個鞭炮也可以插上去 好 那看一下我們前方的攝影師 做得很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